我們說Trend有多少筆資料 99筆 所以他現在predict出來總共就是有99筆的資料 那這個就是這99點的預測機率 這個預測機率 你看他做了一個什麼事情 他說他做了一個summary 他說他預測機率最小的是誰啊 0.06 他預測機率最大那一點是多少 0.98 對不對 所以機率一定是一個0跟1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這樣子做一件事 他說叫你做一個T-Aquire 他這樣子做一個T-Aquire T-Aquire這個指令也是我要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學會很多東西 就是說T-Aquire是什麼意思 我們如果對 我們如果對T-Aquire做平均值 我們如果對T-Aquire做平均值 意思就是說這是我們的預測機率對不對 整個training sample裡面的所有的點 預測機率的平均值這樣 是吧 那我要做平均值的時候我是這麼做 如果我要分類做平均 這個就是T-Aquire的用法 我要把training 我要把這個 這個dataset裡面有一個值叫P-Aquire對不對 我要用P-Aquire來分類 把training分成兩群 然後對每一群做平均 是這樣 我要看看說 在P-Aquire裡面那些 他本來的實際值是0的人 我們的預測機率是多少 他的實際值是1的人 我們的預測機率是多少 我們要針對這兩件事做平均 好 那你就是胡椒的T-Aquire T-Aquire你看他需要三個參數 那這個是說 你可以這樣講就是說 我要 取P-Train的平均 然後依據P-Aquire做分類這樣 我們用中文講的話 比較順的講法是 我們要依據 P-Aquire 對P-Train做平均 你知道嗎 再講一遍 這T-Aquire這樣寫的意思是 因為 我覺得它的順序 跟我們一般 中文的表示方法是有點 怪怪的 所以變成是 大家會覺得有點不習慣 他的東西就是說 我要把P-Aquire P-Aquire兩種對不對 一種平一種平 by together 我的P predict probability的 平均 是嗎 那我們一般講說 P-Aquire就是我們的實際值 對不對 因為他是 本來他是0 就是零 的話他是1就是1 而那個P-Train 裡面的 那裡面的值 基本上是它等1的機率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樣做起來會怎麼樣 你看 對於那些原來比較 就對於那一些 對於那一些 原來他是0的人 本來他是不care 是吧 那我們預測他是富兒的機率就比較低 是不是 只有0.18 平均啊 那對於那一些 who care 的人我們預測他的平均就比較高 但他也沒有比0.0高 是不是這樣 平均啊 是平均這樣 對 這就是為什麼說我們通常不喜歡用accuracy 來做那個 做那個 這個類別模型的這個 比較基礎這樣子 因為類別模型的話他會受到 基礎機率的影響 就是說這個case還好 他有25%的人是不ok這樣 四分之一這樣 那我們各位記得我們上禮拜講過一個 概念叫做baseline model 對不對 基礎模型 我們說 當我們預估數量的時候 假設我都不用x 我可以用y的平均值去預估y 是不是這樣 那個模型叫做基礎模型 那現在我們預測機率 我們預測機率 你現在有四分之三的人是y等於0 四分之一的人是y等於1 那 那我的基礎模型是什麼 我要預測y 我用的是什麼 如果讓你猜 對不對 那你要猜什麼 不是 你不是猜機率 你要猜y的值 那你要猜0還是要猜1 你為了想要猜對的話 你會猜0對不對 那你猜0你的正確率的話 四分之三 對不對 我們做 預測性模型的時候 做那種類別的時候 尤其是在商務情境 那個通常都是只有一兩%而已 對不對 顧客會不會流失 通常只有10%這樣 你播一個廣告 顧客會不會點進去 大概1%都不到 來 那1%都不到的東西 你在預測它的正確性的時候 我都要猜0 我正確率也99%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正確性 事實上不能拿來做 類別預測的 這個 挑選模型的基礎 否則的話到最後 大家都是 如果你這個 有 imbalance 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像這樣 你看 我們預測那些 本來是1的人 我們的平均機率 也不過就是預測 大概0.43而已 0.5不大而已 你要用0.5切的話 事實上有很多 本來是1個人 不會被你當作是0 這樣 是不是這樣 是為什麼我們要設special 當你用模型把 宇宙紀錄計出來之後 一個非常重要的商務考量 是我不要切在0點 我會想要切在一個適當的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講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把這件事情 找出來這樣 好接下來我們回到 我們投影片來講一些 講一些這個 這裡有幾張 就是大家會 聽MIT的課程裡面 感覺比較confused 對吧 它就叫confusion metric 那怎麼樣 其實confusion metric 我覺得它本身沒有那麼confused 是被我們自己 好像被老師交confused 我覺得 對 不應該這樣講 不能怪老師 應該是講說這個歷史共業 你知道 各位如果去 你看confusion metric 它本來就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他說 它基本上是要去估計那個 實際值 我們說實際值 是0 或者是1 對吧 跟我們的預測值之間 各種組合合的數量 我再講一次 confusion metric 裡面它有四格 對不對 這格子裡面的數字 基本上就是 實際值 Y的實際值 可能是H0 H1 以及我們的 預測值 模型的預測值 模型可能預測它是0 或者預測它是1 那 他們的數量 所以假設模型預測它是1 那我們就會說它是positive 如果我們預測它是positive 然後 它真的是positive 我們說這個positive 叫true positive 如果我們預測它是positive 結果它不是 因為它actual是0 對不對 那這一種case 我們就會說它是 false positive 那 nective也是一樣的這個概念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猜對的 我們的模型預測 對不對 這兩個是我們的模型預測錯 這樣 所以它實際上只有四個tac 就是tn 就是true negative 就是縮寫這樣 tn fn fp tp 這樣 其實我覺得到這裡 大家其實是不會confused 你知道嗎 真正開始confused 它定義了太多東西了 它總共就只有這四個con 對不對 它要把這四個con 拿一些東西做分母 拿一些東西取一個名字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各位 你如果去wikipedia裡面 來我弄給你們大家看 各位如果去wikipedia裡查一下convolution matrix 你看它定義了多少名字 sensibility sensibility specificity 然後precision 那 最恐怖的還不是這樣 定義多也就算了 它每個東西都好幾個名字 就是怎樣 sensibility 就是 你要用的時候 用查了就好 這樣 你現在在這裡 記住這個你就不會confused 這樣子 好嗎 但是 考試會考 就是你不用的話 考試會考 就是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說 現在有wikipedia的時候 大家來考這個東西幹嘛 這樣子 好 不過accuracy 還是要記住一下 accuracy 我說這兩個是對的 對不對 有幾個重要的記住就好 這樣子 然後 不要去搞那些一堆 只是把自己搞死而已 這樣 來 然後 accuracy 不要容易理解 就是這兩個 跟全部加起來一個比 好嗎 那sensibility指的是說 gating它是正的 gating它是true的 那我的模型可以抓到它的機 對不對 叫sensibility 我們說這個test 你基本上把我們的模型當作是一個測試 我們要測出它是positive or net 這個人來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 那個 運動比賽做藥檢 他有沒有吃進藥 類似這樣 那 你去驗它有沒有positive 這樣 那 所以 所以 我這個test有多sensibility 意思是說 如果你真的吃了 我有多少機率可以 預測出來 你投資進藥 對不對 越高越好 對吧 最好你吃我就會抓到你 這樣 那 第二個東西叫sensibility 這樣 那這個意思是說 給定你沒吃 對吧 那我會說你沒吃的機率 這樣 意思是我不希望說 一個人這樣變得快死 變金牌 結果你判斷錯 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沒吃 你說他吃 事實上也很嚴重 對不對 對那個人來講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這一種東西就是說 我能夠 把不是的人 真的辨識住到不是的能力 所以這個功能叫sensibility 最好啊 最好用模型做出來 就是sensibility 跟sensibility 都很高 對不對 你是對的 我就說你是對的 你是錯誤 我都不會犯錯 沒有那個模型那麼好的 沒有 除非我們自己 自己做還玩的 這樣子 所以 你要做一些trail 這就是為什麼 你要設置 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要放出來才行 那 以下這個圖啊 各位在我們的教材裡面 會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file叫dpp.r dpp.r 那dpp.r stand for distribution of predicted.r 也就是說 模型預測機率的分布 這樣子 這個圖是我自己發明的 那 我覺得他比ROC要清楚太多 因為ROC那個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 那個課不是在講什麼這樣 那我們做一件事 剛才我們不是把 training sample裡面的 每一點的 預測機率都做出來了嗎 那我們也知道說 training sample裡面 每一點的實際值 是紅的 是1或者是0 所以 我們用實際值來做顏色 我這裡畫綠的 就是不care的人 畫紅的人就是 不care的人 對不對 是吧 因為脂肪圖 它基本上是一個機率分布的概念 對不對 我們不是所有 像這些紅色的東西 就是 就是那些 不care的人 那我們在這些人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 預測他一個機率嗎 是吧 我們把這些紅色的人 我們的模型 對他預測的機率 拿來做成脂肪圖 對吧 我們說 你把一個數值拿來做脂肪圖 就是它的分布 是嗎 現在我們預測的東西是一個機率 所以這個分布是一個機率分布 好嗎 我們再講一遍 對吧 我們把 我們模型對 這個 先不要看 先看紅的部分就好 紅的就是 在我們的training sample裡面 它原來是 我們知道它實際值是y-1的那些人 那一些人 我們不是每一個人 都跟他預測了一個機率 對不對 那個機率的分布 對不對 你看這個x軸 它是0到1 對不對 它是一個機率的分布 那d的機率分布我們把它劃出來 是吧 所以 所以你看我們的模型 預測lu的人 我們通常把機率都預測得很低對不對 可是我們預測的紅 可能預測就不是太好 是吧 照說很理想的話 如果綠的人都在這邊 紅的人在那邊就很好了 這樣 是不是這樣 齁 一配上你的data 你的data很好的話 嗯 就可以做出 把紅的跟綠的分離 就很好的一個模型 這樣 是不是這樣 那 這是我們的這個 data實際做出來的 齁 那 那好的 你把紅的跟綠的拆開來了 齁 那 其實我們剛剛講 confusion measure的時候有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說 這邊是實際值 這邊是預測值這樣子 那我們說 預測positive就是 預測1的放在這邊 預測0的放在這邊 問題是它預測出來是一個機率 對吧 你也要先講說 多少以上算多少以上算 這樣你才有辦法分成這個positive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 而且 你 我們用這個來看 假設你這個水球射得很高 這樣 對吧 射0.8 你水球射在0.8 那 總共現在只有3點 你會說它是positive 是不是這樣 我說 模型都沒有 打油模型都沒有變 對不對 模型的預測也沒有動 意思就是說 這一個 這個機率分部都不會動 現在動的是水球 是吧 我水球放到0.8 它就有3點 對不對 這3點裡面 有2點是紅的 我們猜它是紅的 就是猜對了 有1點 是我們猜錯的 對不對 我說我把水球降低 然後我把水球降到這邊 哇 我們猜對了就 非常棒 對不對 因為所有這些點裡面 我如果水球射在 我現在 放到這一點 我就 就